那之前有老师出现过这种安全事故吗 有啊 比如那个韦华嘛 当时是喜妹刚刚上山 一直没有看到熊猫妈妈 也没有看到宝宝 他们也是很担心 他们在下面就监测着他妈妈的信号 是在这个河沟这边 然后他们就去一个巡抚 巡抚到应该是中断的时候 然后监测右载的信号就很强 所以他们就判断 应该妈妈就是离这个宝宝的距离应该很远 所以他们就进去 先去看看这个宝宝怎么样 这个妈妈听到上面有动静了以后 因为她的这个母性比较强 她可能觉得她的幼崽可能会受到伤害 她就是很快速地就移动到幼崽的方位了 当时就是这个群猫妈妈就跟那个韦华他们的那组人 就正好就正面就碰上了 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就给她食物 她完全就不理会这些食物 她不吃的 就是要攻击人 所以就直接就把韦华摇上了 然后她的四肢这些都摇断 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就赶快把那个背包还有衣服全都给脱了 脱了然后就扔给她 就分散她注意力就分散她就去咬这些东西 让她赶快就把那个人拿出来 马上叫救护车送到外面去 那最后这位老师他 现在就是行动这些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现在我们就把她转岗了 那主要负责就是科研这一个 她就没有再参加这些一线的这些工作了 所以这就跟大熊猫 就是说那真的是猛兽 就是隔着围栏的时候你可能觉得 她很可爱你让她坐她就坐了 来给她喂食啊她也很乖 但是没有那个围栏的时候 那就是另外一种状态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做这个工作 也一直保持这样一个原则 就是在熊猫妈妈没有收回来 在隔链中的走 我们人员是不能进去的 先保证人当跟安全 对 先保证人当安全 老师 你们在看到韦华老师那一刻 或者是说知道这个事情的全部过程的时候 有没有对大熊猫情感产生一定的变化 韦华好了以后 她也在我们那儿也看到熊妹了 她还是很 反正是笑嘻嘻的 还是去叫她熊妹 其实她对熊妹她没有怨恨 她是没有怨恨的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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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